哈囉 大家好 我是拉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地面按鈕跟點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DB 還有Discord 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天地捷手遊 在3月8號 微信官方公告這個獲用的技能啊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吧 那獅子咒死屬性為暗 這個無庸置疑 好 那 幽芬化神的天賦是2到4個內 如果存在冰眼暗屬性的角色 包含自身 然後回合開始的時候可以分別獲得 暗藍 焚育 懸憂狀態 那每一種狀態可以提升自身的 3到6%的法攻跟法防 那最多是到9到18% 也就是說 撇除這個暗屬性 也就是說你旁邊可以不用特別放暗屬性 因為你自己就是暗屬性的 所以你只要放冰跟鹽就好了 OK 那 我想 回合開始啊 所以也就是說 每一回合 只要旁邊有冰跟鹽 包含自己的暗 都可以獲得就對了 看起來是這樣 是吧 應該是 應該是 我的理解是這樣 也就是說 你每一回合啊 撇除旁邊的冰跟鹽 你最少最少最少也有自己 也就是說你最少可以 三星的情況之下 至少有 3%的法攻跟法防的加成 OK 然後寒藍的狀態是 可以使用 冰屬 象的絕血攻擊 10 可以提高 提高10到20%的法穿 OK 然後你使用之後會移除掉 也就是說 你那個回合使用好 這個寒藍狀態就消失了 然後如果你使用是 岩屬性的攻擊的話 看一下喔 絕血攻擊 OK 你可以驅散 目標的一個到兩個的 友誼狀態 好 那第三個選用 是使用暗屬性攻擊的話 對目標是加 1到2的隨機 debuff OK 那這話是說 這是透過 幽靈之界 然後可以發出一個 新的威力 我看一下喔 我們等一下搭配技能看 因為 也就是說 代表說 獲用自己 他就是有冰岩暗的 招式攻擊 那個在 直播的時候有講到 那 這個冰岩暗屬性呢 會不會克制 屬性 也就是說 我意思說 因為他是 他天賦是暗嘛 那假設我使用冰 冰系的 做 的絕血 攻擊 火屬性的 敵人 會不會加成 還是他是看 他本身的屬性 我們等下看 後面的技能 介紹 OK 好這邊有講喔 羅猴神法 在天雙玄武 無天黑眼 禮火神爵中 選一個技能使用 嗯 不愧是 這個 不愧是這個 羅猴 底下這個 最強造物的 祭石禍庸 蠻帥的 哇 真的是要醜啊 這個真的是要醜啊 做這麼強 好 那 禮火神爵應該差不多吧 好 欸他模組有變耶 他這個模組 有點不太一樣 好就像我剛剛講的齁 因為我直播沒有看啦 我不確定說 你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有 應該是會加成吧 我覺得應該有 也就是說 雖然我是暗屬性 但是我用冰屬性的咒 的術法 攻擊 火屬性的陰影 應該會比較痛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很值 超級值得抽 就算沒有也很值得抽啦 我現在的疑惑就是 他到底是看 本人 的屬性 去決定那個 屬性相剋的機制 還是看 術法 因為第一次遇到 對吧 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對沒有特別講 我看策劃說有沒有講 他只有寫說 常規的單體輸出 絕學冰暗眼三選一齁 可是他有說 需要單體輸出的情景選有 那應該是有吧 好 好再來是忌督秘術齁 再來冰華之陣 哦一樣 這個是範圍記齁 那個招式有變換嗎 欸有耶 冰華之陣 哦 從那個霍庸身上 散發出來的光環不一樣 噴嚴之陣 還蠻帥的 蠻帥的 OK這是範圍記齁 好 再來技能是 封天之矣 這個是要欺利劑嗎 看起來不用 對範圍念所有的電 造成0.7倍的傷害 在全場施展結界 哦終於有一個結界的招式了 無方幻界直接傷回 大家知道以前的無方幻界 是幹嘛的嗎 我看一下這個手遊的影片 而立即使氣血低於50%的敵方 敵方所有在 不在冷卻中的主動拒絕 獲得一回合的冷卻 哦 呵呵 然後暗屬性有方加全屬10% 然後使用主動傷害或治療絕學後 該絕學冷卻時間減少1 哦這是幫助隊友嗎 這應該是綁一級的吧 哦這是氣力劑 也就是說暗屬性的都有像 理由使用那個 那個 主動絕學傷害後 然後這個絕學可以冷卻時間減1 還不錯耶 可是他就綁暗屬性對不對 看起來是綁暗屬性 然後這幾回合 持續三回合 當然應該 這個效果應該只能觸發 是三回合內只能觸發一次吧 還是每一回合都可以觸發一次 不知道 看後面有沒有講 較大的範圍技 是加後可以全屏生效 三回合的結界 無方幻界 對村上的敵人 角色有自習幫你控制能力 提高暗屬性的 而且他是全屬性加10%對不對 嗯 全屬性加10% 我靠 必抽了啦 關這招都必抽 雖然他要累積氣力 可是你有範圍技 基本上你很好 你的氣力值很快就可以拿到了 就是你很快就可以放這個大招了 然後 無方幻界好像在 優層裡面 是無敵嗎 那是無方變換 那無方幻界是幹嘛的 有這招嗎 我記得好像有 不過這個太 太扯了啦 你幫黎幽 玄宇 寒無殺 丹鷹都很好用欸 我靠太扯了啦 這個真的是 這是MVP了吧 呵呵 就像我剛講 如果 如果這個 可以選擇這個屬性攻擊的話 是可以克制敵人的話 是可以克制敵人的話 那真是爆幹好用欸 應該是可以克制吧 不能克制就 應該可以吧 如果知道 觀眾朋友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然後再來是 魂天推星 消耗自身單情的氣血 28吼 無方免疫 那攻擊當個敵人可以造成 咦 這要七粒 這也要七粒 有兩個七粒 啊 兩個 所以有兩個七粒 七粒的技能有兩個喔 而且1.8倍欸 自身氣血 而且自身氣血 而且自身氣血 每損失10% 暴擊率 暴擊殺最 可以抵到5% 那最高就是 損失30%啦 可以抵到15% 那你擊殺目標之後 該絕學冷卻時間介紹2 喔 他也有祈願喔 並獲得一次祈願次數 等一下 這是不是打錯啊 他哪有祈願 打錯吧 喔等一下等一下 呵呵呵 後面有什麼時候有祈願的 他有沒有打錯啊 好不管 好 好 好 在後面的一樣 文天雄星 欸 欸 可是他是自己放欸 放自己身上 欸 消耗自身氣血的20% 嗯 進的描述有沒有怪怪的 可是他GIF檔沒有攻擊敵人啊 我看錯了嗎 沒有我沒看錯啊 呃 好 等一下 他是放錯喔 我看一下那個PV是怎樣 好 我覺得是 後面描述寫錯了吧 這個 呵呵 這個是九陰的吧 對吧 那是奇怪怎麼一樣的東西 後面這張九陰吧 還是他全部都是九陰的 好好好 那邊先跳過 從GIF圖檔看起來是 加自己的東西 可是不知道加什麼BUFF 喔 呵呵呵 喔 這話說是 兩個距離在行動 並在當回合獲得元素爆發能力 可以施放一個技能想全部 喔 他說可以想 施放一個技能可以享受三種元素強化的 額外效果 蛤什麼意思 強化技能 強化剛剛那個三種出法的能力嗎 然後可以獲得再行動 就是你先放了之後可以再行動 然後攻擊啦 從GIF檔是這樣 然後後面 後面是講 呃 這邊全部都是 都九陰的嘛 我想說奇怪 怎麼可能一個角色兩個氣力技 好 描述都不是 描述都不是 是我太早 太早講嗎 好 不管 然後後面的被動技能變魔 使鹽或冰 使用鹽或冰的絕學之後 該絕學人就實在介紹1 喔 喔 OK 主打冰火炎 然後這個什麼 主打暗法術 御魂 使用暗的屬性攻擊之後 揮風自身氣血 OK 強大的吸血能力保證續航 喔好不錯 欸不錯耶 幽環天氣陣 散陣炎跟冰 各一位 結果戰陣 後面這邊都一樣 氣血高於58血 衛帶 衛氣帶有害狀態散 再提高15% OK 這個就還好 謝謝 這有兩個條件 好了 既然搭推的部分就參考就好 我們之後 上線之後再實際 去做調整就好了 那妖術師 珠燕魔火 都可以用齁 好 那這邊 是魂天 魂天推薪到底是什麼 可能要看直播那個 敘述會比較準 我看一下好了 那個魂 魂天推薪應該是被動啦 不是被動 他是耐力耗一格就好 那他是 看一下 有點不太清楚啦 因為我看那個圖片有點模糊 反正他是主動使用的時候 可以獲得一個buff狀態 持續一回合 那他可以獲得寒藍 焚禦 跟 就是 那個暗屬性的一個buff 然後加在行動 也就是說 嗯 你可能 周遭可能沒有冰跟岩的隊友了 那你要 你要施放這兩招的招式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這一招 你 自稱就會獲得 然後加 再行動這樣子 應該是這個意思 對 好 嗯 大致上就這樣啦 那我覺得 獲用這樣的 技能跟天賦真的蠻 蠻值得了 好啦 如果他的屬性 呃 冰跟岩的招式 又可以克制敵人的話 真的好用 好那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hfbtwitchbdbd 還有disco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大家晚安 掰掰